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1号的徐云丽还有12号的队长慧若琪 慧若琪呢今天是单人先巴了 那先巴的自由人呢今天还是年轻的成长 中国队的总教练是今年才接任的大狼头郎平 再来介绍日本队的先巴阵容 三号的孟孙沙之六号的龚洒窑 十号的棉板冰麦 十三号新坡李沙 十四号家庭幸福 还有十九号的大独礼物 日本队的主教练 中国队的代理日本排队了 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 当然在套路代理之下呢 日本队可以说是慢慢的又重新的 回到在国际一间呢 现在也是慢慢的也是具有一些竞争力哦 这次的世界排大奖赛的目标 将在突破过去最佳的球机 也就是第四名 那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比赛 马上就打败了意大利队啊 对于日本队来说 想要争取到前四名的东西 当然是非常有机会 比赛开始了要由中国队先来八球 八球的是中国队的队长 贺洛奇 高队长 好多校队这个琢磨的调整的不错 我们刚一开 aspire斯莫里莎有的重要 她一个蛮 fridge的一个琼舞的直接出道界外 老二迪列轮 从后排上来 如果这个球也没有过往 开始呢 日本队就只有连续两个失误 我们对到中国队啊 果然是 感觉上日本队是有些紧张啊 开始的就是聚了两个失误 或者是继续来发球 发球出界 那日本要来 发球的也是他们的队长 不顺杀局 不顺杀局上来的 把那个角球过去 把这个球给追平了 没挡到 朱婷 朱婷 朱婷儿真的是蛮可怕的哦 朱婷儿还是要针对他来加强防守 今年才18岁而已 朱婷儿真的是不能让这边那么容易的拿到不处哦 朱婷儿好好的来看官呐 你看 朱婷儿 这个封网球员都来不及跳哦 朱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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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婷儿压过来的 これ parce这个球其实已经过来了 朱婷儿还是给朱婷儿 哦 不容易 哎 前排还是要奉一下哦 太高了 就从 expert 从头上拉过来啊 195公分的身高 一边则是在2号位置呢 曾孙磊 快攻 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成功啊 得分的应该是羊鸡鸡 在最后关头呢 这球是落在了线内 结果在第一次技术暂停的时候呢 中国队8比3呢 竟然有5分的大副领先 兵器嚴惑 早点再见 稳 cards 哦 vous 哦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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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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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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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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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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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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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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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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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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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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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